Laurion 作詞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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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杠大神 台出高度 港上開悟 歡迎來到 台杠大神 我是主持人黃耀平 我是主持人樂部客的水風刀 我必須說今天 刀刀有一個非常心機的地方 就是你在幫這個YouTube 拍馬屁 好不好 你直接穿人家T恤是什麼意思 沒有啊 我就覺得很好看 因為我們今天要討論就是社群嘛 對 社群網站 其實我今天也是暗示了一個社群網站 FB 看得出來吧 藍色 白色 FB的感覺 有沒有 全身 我覺得不是國民黨的意思 我們說的是 FB FB Facebook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這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話題 那今天要看什麼樣的書 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這個議題呢 好 我想要來介紹一本 跟這個議題相關的書叫做 社群假象 因為我們現在都脫離不了社群嘛 剛剛我們有提到 我們其實生活做到FB啊 IG啊 每天在刷這些東西 刷得很辛苦 那社群假象其實在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人看到社群其實都比較心態 而且越比較越累 然後譬如說今天看到他去峇里島 明天看到他去關島 那這樣子 就會覺得說我自己不去一下好像不行 或是今天我曬我男朋友我覺得很恩愛 但是實際上真實是這個樣子 我們穿著社群網站的這個代表色 譬如說FB然後你是Youtuber 你甚至Logo就在上面 然後你說社群是假象 我們這節目流量絕對不會高好不好 你會肯定低的 也會有正象的地方 也會有可能 我們要想辦法 也有可能是社群真相啊 我們是把社群的假象排除掉 我們留下真相的部分 也有真相的部分 更深了 我們現在不能夠只幫一方講話 因為說社群是假象的時候 是不是不該生氣的地方 好像就有優勢了對不對 因為社群其實也代表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你不能說它是完全是假的東西 對 切開不開 好 你看今天現場在開始之前 兩邊就忍不住想要講點話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這一集呢 是難得男女雙方直接 壁壘分明 男生一群 女生一群 馬上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先看一下我們正芳 正芳是我們簡東辰 歡迎 還有我們的老朋友廖哲義 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義 好 那這邊呢 是我們的情感類YouTuber 左撇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lair 嗨 還有我們理財類的YouTuber Mrs.Selena 我們先從女生這邊問回來 好喔 就是女生你們會 你們的伴侶會在社群網上 他們賽你們嗎 我尊重他們 有人會願意賽 有人不願意賽 但是我覺得 完全尊重他們的選擇 因為他們對於自己 可以公開自己私生活的程度 都不宜 有些人覺得 他們可以完全公開自己的感情 家人 朋友圈 那對他們來說 可能社群 在他們的定義之中 是一個很隱私的東西 所以他們不覺得 一定要把全部百分之百 甚至把百分之九十八 全部保留起來 就是自由的概念這樣子 那Mrs.Selena呢 如果就理財方面來講 在社群上面 在另外一半 有沒有機會 帶來更多的流量 這個 可能是有的喔 有的嗎 對 為什麼我們反方 比如說像 對 我們反方耶 但是 應該是說 我覺得人生在很多 重要的階段的那種投文 比如說結婚啊 生小孩那種 就可以拿到很多流量 但是呢 如果是一昧的 就是一直賽 一直賽 有時候反而會導致反感 甚至是 就是去取消追蹤啊 或是unfriend啊 好 我們先省一點論言 先不要講 先不要講 洩漏太多 那今天 因為今天其實對方兩位女生 他們站穩這個立場 然後你們這邊有一位變手 然後一位是我們的這個長期 跟我們一起做 製作節目的導演 對 等於說其實 我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 你們要不要 會手下流行嗎 不會 我們不需要你們手下流行 沒有 沒有 就喜歡這樣 喜歡這樣 那我覺得現在一定要先分解一下 就是主持人自己的持方 好 我當然支持不該生氣 哦 女生 女生 沒什麼好生氣 那我當然就是支持該生氣 非常 謝謝 但我還沒有想好要死 槍車位移 我先聽你們講完 我相信還有辦法找得到 好 那接下來馬上進入開示大賽 在決定順序之前要先公佈一下 我們事先調查到的 所有的觀眾們 對於說這個議題 到底該生氣還是不該生氣的 比例是怎麼樣 來看一下 就直接來公佈我們網路上的比分 覺得不該生氣的那一方 賺了83% 很有優勢 真的是 這邊只有17而已 就是兩層不到 大家都很假 而且你知道因為其實現場的觀眾 我們這次調查是現場來的觀眾嘛 對不對 我現在看過去男女比例是蠻平均的 所以也不存在什麼 男生多 所以想法會怎麼樣 女生多怎麼樣 沒有 所以這個是大家普遍的常態 覺得是不該生氣 對 有可能是一種 你們表面 做表面 對啊 寶寶私底下根本就 我大氣 我大氣 然後不曬 你現在怎樣分手 我跟你講 開始吵起來 很難講 我們現場大家聽了論點 先不要看說自己的想法是怎麼樣 聽聽看他們的論點 如果你們覺得說他們講得好的話 就把票投給他們 好 謝謝 馬上進入我們開示大賽準備 開示大賽遊戲規則 正方和反方各有三分鐘的時間 輪流派一位代表 兩邊發言完畢後 由我們的觀眾朝聖者 舉起支持正方或反方 決定勝利方 勝利方可以在勸勢呼喊的環節 額外多出三十秒鐘的時間發言 開示大賽有門分 滿開始三分鐘 好 那我們這方呢 是代表不該生氣 不該生氣主要的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首先 我們要先來探討 你的戀愛心態是什麼 我們在談戀愛的過程 主要是兩個人的事情嘛 通常呢 會跟親朋好友比較沒有相關 所以呢 你今天要去想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曬的動機 到底是什麼呢 那根據呢 外媒HER的報導中 有一個心理研究期刊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這個研究裡面呢 他裡面呢 有講到說 喜歡在網路上生活中 表現超甜蜜 然後幸福情侶 這個形象的人 通常呢 是在掩蓋他們在 兩性關係中的不安全感 那這個研究裡面呢 他是以這個 依戀理論去分析 那他的這個研究關注的呢 是在你的情侶裡面呢 要如何去建立關係 然後還有去怎麼形成這個連結 那這個研究裡面呢 他就有發現喔 當人有不安全感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要透過各種方式呢 去提高這個所謂的能見度 那因為我們現在人 生活在這個社群媒體的世代嘛 每個人都有社群 所以呢 社群媒體就會成為了這個 所謂提高能見度的 這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所以呢 這裡大家要思考的是 真正的議題呢 是你是缺乏安全感 並不是跟社群有沒有關係 所以這裡探討的社群 該不該去曬你 那就是一個假議題這樣子 所以如果另一半 如果不在社群上去曬你 你該不該生氣呢 如果你今天會生氣 那就表示你應該要去先檢討說 自己的這個安全感是不是不夠 那不夠的狀況之下呢 你也沒辦法透過社群去提供給你 你要得到安全感應該是 你要去跟你的另一半 做一個好好的溝通 因為一段感情裡面呢 最重要的是 兩個人真實的相處 而不是說在社群上獲得多少讚 或是多少留言 好接下來由我來支撐剛剛Lina的論點 剛剛她的切點是從社群平台上的定義為準嘛 我這邊呢 針對不該生氣這四個字 為什麼我們不該生氣呢 我們直接問你們 為什麼我們該生氣 我先講我的立場 我知道 我們在面對任何事情之前 都會有很多情緒 不要覺得你應該生氣 因為你應該就等於是 你理所應當 你當你有理所應當的心態 理所應當的情緒 你就會覺得對方虧欠你 當你覺得對方虧欠你就開始予取予求 這個時候已經造成了 對對方的情緒勒索 那你在這個情緒勒索之下 你不管對方做什麼事情 說了什麼話 你都會覺得是藉口 你也聽不進去 因為你已經有這個立場了 在這個情況延續下去之後 完全沒辦法造成你們情侶之間的感情 升華或是感情發展 同時也會造成你們之間的磨合 摩擦還有很大很大的嫌隙 那最後我們更應該是要 脫開社群上的不安全感 脫開這個被自己綁架的心態 和這個被自己綁架 被彼此綁架的機會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董事長 跟Mr.Lena 其實我感覺上 第一個是說整個攝影棚 我們今天是難得 是滿香的 你覺得是嗎 對 之前錄影都是臭男生 我們上一集錄一個就只有叨叨一個女生而已 其他都是男生 然後兩個講了 哇又漂亮 然後講出來的論點 其實一個 哇什麼什麼psychology什麼東西 剛才講的那一連串 我就多 可不可以再講一次那個期刊是什麼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oard 多好聽 哇 什麼是很標準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什麼geography 我也忘了後面講什麼 反正這一串我覺得很厲害 左筆子又是循循善又從比較感情業的東西 為什麼要生氣 對 不該生氣 該這個字是不應該的 該這個很重 好 我覺得說 男生這邊應該蠻難打的 而且你看 尤其是女生這邊打的是一個那種 高端大氣上檔的字 對 是個大氣的女生 男生是不是 計較 小鼻子小眼睛的感覺 等一下來看一下 攻擊別人啊 你怎麼自己攻擊自己人 是我們內隊的嗎 我先把他們踩低一點 他等一下跳的就高了 好來 OK 接下來 由我們男生這邊 正方覺得該生氣 開始 來 首先大家 我其實同意他們剛剛對方講的 伴侶就應該要互相包容 我們就應該要互相接受 不應該亂生氣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題目 其實我們討論的重點在於 那些他們會跟朋友出去玩 會跟家人出去玩 但他還是會發很多照片跟自拍的 但他卻偏偏跟伴侶出去的時候 他一張照片屁都不發 在這種情況 那我要怎麼辦 我跟你講 這種人他只發自己的自拍 要嘛他就是太自戀或自私 所以你當然要生氣 因為生氣是告訴他說 你太自戀 你要去看醫生 或是你要多想想我 免得我們這段關係走得越來越久 我只會變成服務太后的小禮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告訴你 有時候這些伴侶他就覺得說 哇萬一是不是因為我的身份地位跟伴侶是懸殊的 可能我家人會介意他們會八卦 那我告訴你這時候更該生氣 因為這個生氣就告訴他們說 你怎麼會有這麼成就的價值觀呢 感情這種事情建立在我們兩個雙方的 不應該把這種世俗的價值觀給帶進來到我們的關係思考當中 這是第二個重點 第三我想問在座大家 人是不是都會生氣 沒有生過氣的舉手給我看 誰沒生過氣 大家都生過氣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題目的重點就在於 我們要思考到底對誰生氣的風險最小 對父母生氣會被說不孝 對老闆生氣會被離職 對朋友生氣沒有辦法發揮到極致 對自己生氣會內傷 所以我告訴你 對伴侶生氣才最安心 因為他是一個最懂你的對象 所以你對伴侶生氣呢 大不了兩個人就吵一吵 但是你吵架願意發泄情緒 才代表你們兩個人的感情非常的穩穩 所以生氣其實也是對感情的一個試驚石 再來我們換東辰來告訴你其他的觀點 補充接下來的觀點 根據世界知名心理學大師 C Down Please告訴我們 人呢其實都有宣示主權的需求 對方覺得要尊重 可是其實愛情這件事情 它本來就是拿我的自主 拿我的自由 就換取兩個人長久跟穩定 照對方的說法 如果我們不應該曬伴侶 甚至伴侶不曬我的時候 我不應該生氣 那我想請問對方 你的婚戒要不要拿下來 婚戒不就是 聲勢主權的一種行為表示嗎 在社群媒體上面 曬自己的伴侶 曬自己的生活 不也是一種宣示主權的表示嗎 所以如果對方今天要反對這個行為 甚至認為這個行為是不應該生氣 沒有做出來不應該生氣的時候 他應該跟大家解釋 人其實沒有宣示主權這種需求 他把這種宣示主權的需求 認為是否定的 認為是不健康的 再來我們往下來看 如果我們今天討論該不該生氣 剛剛哲義有說到 人都會生氣 對伴侶生氣我們認為風險最小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有一個人被你認定是伴侶 其實他就是你人生當中 情緒唯一的避風港 對這個避風港 你都不能夠有情緒 那人生到底該有多可悲啊 謝謝大家 所以我希望以後 每一次哲義有上場的時候 我們就邀請他爸爸媽來看 我覺得他表現看起來 哇 活靈活現的你知道嗎 第一場 早上九點鐘的時候還沒有醒過來 爸爸媽來 不行沒有沒有沒有 好像回到國小的時候 演講比賽 爸爸媽在底下看的感覺 對緊張壓力很大 好 兩方其實都使出了恆生解說 他們這邊是使出那個坐下大師 Seed down please 對 知名設計師 一聽就是很厲害 對 然後他們剛剛講的東西 哲義講的一個點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你不對伴侶生氣 你還能對誰生氣 對 你爸媽生氣不了解 他平常 其實他哲義平常有對你們生氣嗎 喔 響了一下 我認了 點頭 點了一下下 稍微點頭了一下 但是一定是對爸媽可能那個 氣不會出很用力 那可能氣都出在最親密的 就有可能伴侶身上什麼的 但是也因為只有伴侶 才能夠消化你這個 生氣的這樣子的情緒 所以對伴侶生氣 那是一個應該 因為透過這樣子的消化過程 你們之間的感情會更穩固 剛才大概是這樣講的 那個內容 然後東城又講了很多東西 主要是宣誓主權的部分 像婚介其實就是一種宣誓主權 那還要把我的伴侶放在我社群媒體上 也是一種宣誓主權 對 以前沒有社群網站的時候 大家都怎麼樣來 宣誓 打電話嘛 就用電話 喂 喂 我跟你講 我跟我老婆現在在手地方玩 皮包裡的照片 皮包裡的照片 手機的桌面 這些都是你在宣誓主權的一種態度 只是社群媒體太方便了 所以我們只要PO照片上去 就可以取代以前的皮包 以前的手機的桌布 類似這樣子 其實時代經過 只是一個方式變得比較不一樣 可是心態仍然是一樣的 仍然有這樣的需求 好 現在兩邊剛才都已經講了很多的論點 我們現在要來看真槍實彈的部分了 對 沒有錯 對 現在馬上進入我們觀眾投票環節 請大家拿好你們手上的令牌 一 二 三 請投票 我感覺很平均耶 我們已經把17%拉回到一半半了 對 剛才是你們17% 你們現在拉到五五波 我猜這個應該差一分兩分有可能 第一回合的贏家就是我們的正方 恭喜正方 該生氣 好像應該只差一票我猜 差一票嗎 剛才看那次要一到兩票 一票而已 只差一票 就是一票之差 所以這個還有機會啦 你看現在郭婷姿就差一票 郭婷姿就差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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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緊張 他的那個眼神的殺氣 立透直背整個板子上面都是你的姿勢 好 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是真槍實彈 直接面對面火力開槍 對 馬上進入我們第二環節 你抬我槓 你抬我槓 遊戲規則 正反雙方各派一位代表到中間 開啟互相質詢環節 總共有兩分鐘的時間 結束由朝聖者舉起 可以支持正方或反方獲勝 決定獲勝方可以在最後的勸勢呼喊 額外增加30秒鐘的發言時間 在這個環節可以求救場外救援 計時 開始 大家好 按照對方剛剛告訴我們 上社群媒體發自己的生活 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行為 我要求伴侶透過這種行為 提升我的安全感有什麼不對呢 為什麼安全感一定要透過社群媒體 來提升你的安全感 安全感是 彼此給彼此最真實的安全感覺 才叫做安全感 那我想要請問 剛剛說 如果只賽自己的自戀 只賽自己的家庭 不賽自己的情侶 這樣為什麼會有錯呢 當你在交往之前 你是否就認識這個人 然後決定跟這個人在一起呢 有沒有錯不討論啦 因為對我而言 有情緒比較重要 兩個人因為你有某個行為沒做到 沒有賽我的照片 讓我有情緒了 而這種情緒就是你剛剛所說的 缺乏安全感行為 我要求你透過賽照片填補我的情緒 有什麼不對 那為什麼情人的情緒只能宣洩給我呢 你們剛剛說 唯一的避風港是情人 說難免也就是垃圾桶 那我彼此對方有垃圾不甘的情緒 也只能宣洩給你嗎 沒有只能 只是我們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宣洩給自己的伴侶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不是只能 但是這種非常好的選擇 我們認為這種情況的生氣是天經地義的啊 難道你反對嗎 我反對 因為生氣代表的是非理性的溝通 在一段感情中你要好好經營 就需要一段時間非常有自己步調去溝通 當你一段成熟感情 你沒辦法缺少溝通這兩個字 如果你生氣你要怎麼溝通呢 太好了 所以我想請教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你覺得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生氣 因為你剛剛告訴大家 在伴侶關係當中 不應該生氣 這是一個不理性的溝通 那我想請問用你的標準 在什麼情況之下 應該生氣呢 告訴大家 我覺得你先讓對方知道 你生氣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生氣的原因 是因為對方缺乏安全感的話 你可以在溝通之中 得到你們的安全感 他可以透過發一點點 或者是發怎麼樣的文字 或者是不發 讓你真的了解他 他不發的原因 而並非只用生氣來解決 而是用溝通的方式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剛剛說 發一點點生氣 所以在我的伴侶不賽 我發一點點生氣 是可以的囉 你剛剛這樣講 不是 是我有這個在意 所以我需要溝通 我需要溝通的時候 我會有情緒 我是說 在情緒之前 我們可以選擇不要生氣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不安 而去溝通 而去做中間的協調 提醒一下可以救援喔 兩邊 救援喔 救援喔 救援 嗨 大家好 小天使 歡迎我們救援小天使 陳妮 嗨 嗨 其實這邊講的 不是叫你不要生氣 因為人不可能沒有失去 我們在講的東西 是 該生氣的意思 就是一種理所當然 你說我應該幹嘛 意思不就是理所當然嗎 而當我該生氣 你知道最可怕的地方是什麼嗎 是 你理所當然的 對方是錯的 你對方都錯了 你都錯了 太好了 所以等一下對方要負責 清楚的告訴大家 在什麼情況之下 理所當然的該生氣 因為他覺得不曬伴侶不該生氣 那我不帶婚戒 該不該生氣 老公去酒店半夜兩點才回家 該不該生氣 這個標準他當從頭到尾沒有畫出來 其實有這個標準喔 這標準是什麼 是我原諒你生氣 我也知道你會生氣 可是請在所有的環節裡面 都提醒自己不該生氣 因為當你知道不是只能用生氣來解決 或是我情緒不能湧上來的時候 就浮音移於我自己的情緒的時候 你才能夠不把自己當絕對是對的 對方絕對是錯的 這個時候他講的才不是借口 而是他講的是可以溝通的空間 但是所有時候 你都覺得該生氣的時候 對你來講 他就算真的跟你講答案 你也覺得是借口啦 我還有最後30秒 所以對方剛剛講的有多荒謬 大家重複一次思考一下 他覺得什麼情況都不要理所當然的 覺得自己該生氣 所以我的老公半夜2點回來 我先不要生氣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我的老公今天喝醉酒打我 我先不要生氣沒有關係 我的老公在外面有第三者了 我先不要生氣沒有關係 因為他覺得所有事情 都可以透過溝通來解決 這樣子的想法跟這樣子的行為模式 根本不是一般人做得出來的 人沒有這麼理想化 人都是有情緒有感受的 該生氣的時候 你就應該生氣 辛苦了 辛苦大家了 我剛剛在這過程中看到西列帳 尤其是我剛剛看到左鐵子就說 到底有沒有聽懂 你懂沒有 如果你生氣你要怎麼溝通呢 你要怎麼理他 不知道方不方便問齁 就是說你以前就是跟你的另一半在講話的時候 你會用這樣子的口氣跟他 我說真的我們很少跟另一半吵架 跟我很少用吵架的方式來溝通 那像他剛才那種語氣是在什麼地方培養出來的 可能就在你們節目第一次有這種 爆發這一年累積起來的情緒 我們先稍微跳脫一下 就是平常你會跟人家 任何一個人都吵架的可能性 沒有 都沒有 我平常很難跟人家吵架 因為我很能懂對方的立場去想 然後我就會用對方的立場去溝通說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會讓他知道我的立場是什麼 對 所以很少有吵架的可能性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對方就是被你嚇到 就是他可能在 在你要準備生氣之間 不不不 算了 我覺得桌培植若生氣起來很可怕 可是 應該說我還是有我的情緒 我的情緒可能是 就先不講話 然後我會跟他說 我現在有情緒我可能用打字的 或者是我過一段時間我再跟你溝通 可是我會用當下這個憤怒 因為憤怒你講出來的話是 一發不可收拾的嘛 然後你會干擾到別人的情緒 先冷靜下來 那Selena的話 你平常 因為你做的這些影片 都是可能跟理財有關係 作為一個理性思考的人 你常跟人家吵架嗎 我也很少耶 因為我覺得 生氣的這個情緒呢 是應該是最 last choice 就是你不要用任何的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都用生氣去解決 應該都是先用理性的溝通 才會達到你想要的成果 他們的立場都是他們自己本身 對 真的就是像他們自己 然後你看相較之下 真的就是小兵小眼 我怎麼一直在講 對不不應該 就是感覺這邊有空置慾 你知道嗎 覺得空置在惡打 但這邊講的也是有道理 那如果這邊 你們這樣子說不該生氣 那我什麼都不應該生氣 上酒店要不要生氣 什麼都不該生氣 每一件事情都理性思考 老公回來說 哎呀假的 我的眼睛夜上重啊 這樣子 所以確實兩方講的都有道理 但是到底有沒有說服到你們 是看觀眾投票來決定 拿好你們手上的令牌 來等一下準備投票 3 2 1 請揭曉 來 這個看得出來了我覺得 男生被壓過了 對 男生被壓過了 恭喜反方獲勝第二回合 你該生氣獲勝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有人是 剛才哪幾位是被 第二回合被說動了 決定投女生這一方的 可以舉手嗎 就原本是投男生這一方的 原本是這邊 兩個男生 這是男生耶 等一下留下電話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不可以 開玩笑 開玩笑 做朋友嘛 因為相打一樣 也不錯 而且你看你們要檢討耶 你們講到自己人都這樣子 要檢討 檢討 沒關係你們第三回合 都可以根據前面他們講的東西 如果有漏洞的話 攻擊下去 你們可以去攻擊回去 再回去攻擊 馬上進入我們第三回合 正反雙方各派一位代表 發表兩分鐘的內容 前兩場如有獲勝 額外再多補充三十秒鐘的時間 朝聖者用LINE最終投下支持的那一方 票數多者獲勝 輸家捐錢相由錢 將書送給現場朝聖的有緣人 朝聖者從獲勝方再次投票 選擇該題的台槓大神 由台槓祭司頒發卷軸及勝貫 由兩邊各自是誰來進行 最後面的結辯呢 琳娜跟哲義 亞軸 對 我們就是由SELINA 這邊不能載小天使 剛剛小小跟哲都在小天使 小天使太厲害了 小天使我們剛才中間休息時間 已經看到小天使 我們小天使有點分 趕快死 趕快死 所以SELINA這邊 2分30秒 勸勢換倒數計時開始 好 首先呢 針對剛剛正方提出的 就算上酒店或晚回家 都不該生氣 的確不該生氣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他為什麼晚回家 他也許路上出了個車禍 然後才晚回家 這時候你對他生氣 他反而覺得非常的受傷 因為他覺得說 老婆或老公他都沒有關心 我真實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就立刻的去生氣了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時候 不論在任何的狀況下 你都不應該生氣 那這裡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其實 就是我的個性以前在感情裡面呢 是很容易生氣的 就是很容易 因為對方做了什麼事情 不滿就是不符合我的意 我就會去生氣 那我後來發現呢 用生氣去談感情的時候 當你遇到很多事情 不如自己意的時候 就用生氣的這個態度去面對的時候 通常這個感情都不太會健康的走下去 因為有時候呢 他們就會因為怕你生氣 然後騙了你更多的事情 或是不怕你生氣 然後做了一些 就是對你更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 也因為我的感情的經歷的關係 所以我慢慢的調整了自己的方式 所以在現在的感情裡面呢 我就是會 我通常都不太會再生氣了 我都會先用理性溝通的方式 想先去了解說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他會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通常你理性的去溝通之後呢 通常才會幫助你 跟助你的關係漸漸的走向 健康的這個未來 也因為我這樣子的改變 所以我現在結婚了 放大學 對 這都真的是大學 放大學 中誠跟哲義 應該是還沒有結婚 因為我就是一個 覺得不該生氣的人 那我比你們贏的地方 就是我是勝利組 我結婚了 這樣才受到婚戒 所以讓各位看見你們 藍性的榮光 倒數計時開始 來 剛對方一直叫我們不要生氣 哪裡最多 實際 還好我們都變成器人法師 大家就不會生氣 我告訴你 我特別為了這個題目 上網去找 到底為什麼 辦理會不發別對方 照片的原因 我看的都生氣 原因第一個告訴你 因為朋友會說閒話 第二個因為家人會說八卦 第三個 自己的寶貝只能自己看 第四個我覺得超級荒謬 一個女友問男友說 為什麼你都不發我照片 男友告訴他 因為分手後會很麻煩 渣不渣 渣 太渣了 我的媽呀 我都要發瘋了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題目真正要討論的重點 根本就不在於 你要不要在網路上發照片 而是這個伴侶 他本身就希望 對外保持單身的一種心態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再來 你看 這個伴侶他剛剛會說出這些話 問題都在於什麼 都是這個伴侶他自己怎麼想 而不是對方 你怎麼想 這種人 他永遠都活在外人的眼光裡 他的世界是由外人幫他構築而成的 所以一旦你進入他的世界 你就會掉進他的牢籠當中 進而變成別人眼光中的囚犯 所以我告訴你 這千萬不行 而且第二個 很多伴侶 他們現在不發動 都是為了騎鱘找馬 覺得找下一個總是更好 有一個職業叫做PUA 他叫做Pick Up Artis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啊 大家都老聽好可以 今天我告訴你們這件事都對了 這種PUA 他其實是從美國 傳到亞洲的一個泡妞聖經 一開始只是在幫男生建立信心 但後來卻變成摧毀女性 一個非常大有殺傷力的武器 他等於會進而跟你變成伴侶 但他最終希望對你產生情緒勒索 甚至有自殺誘導的行為 去從中獲得很大的優越感 各位女生朋友不要覺得這種人很少 其實我身邊很多朋友就曾經遭受過PUA 無情的對待 造成他們的聲音上面 永遠都無法挽回的 會面性的上台 所以最後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有時候我都會想說 其實青春這種事情好像是有限的 但其實我覺得感情有時候它更是有限的 就因為我們沒有好好挑選我們的伴侶 是因為我們不敢前去自由 一旦你好好發現 伴侶才是真摯的 謝謝大家 謝謝 哲哲真的是加了很多那種各種不同的元素 還有一些好玩的小段子阿金句等等 像什麼慈濟阿 慈濟說拖下水了 但其實他講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說今天有一些東西是理由 你講很多冠冕堂花理由不曬不曬 其實背後的理由聽起來都是荒謬的 而且我以前聽過一個講法是說怎麼樣 就是我不放照片是因為我怕 你的朋友會把我拿來跟其他人比較 就是會變成比較的工具 你知道一放到社群網站上面 我就會看到你的照片就覺得 這個我覺得可能你的女朋友 好像長得沒有很好看 他怕被這樣子評論 所以他覺得說 你不要把他放到網站上面去 結果最後要先跑的可能是他這樣子 就其實每個人的理由都很多 但是原因聽起來好像都是荒謬的 但這跟他們所訴求的東西 好像也不太一樣 對 因為他們是覺得說 可以先了解對方為什麼不高興 然後再去決定我到底該不該生氣這件事情 不是focus在我社群網站要不要曬 或是我要隱瞞或是其他原因 這樣好了 我跟你講今天賽事比較特別 剛好男生一邊 女生一邊 我們各自幫我們這一方 都多講個30秒左右的時間好不好 刀刀努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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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尷尬 你一定也會想一些東西講的嘛對不對 我覺得在社群媒體上要不要曬伴侶這件事情 我覺得因人而異 你有可能還有很多的原因 這個要需要去了解對方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屬性 他喜不喜歡你在社群媒體上曬她 或是你自己是不是喜歡曬她這種人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以照每個情侶之間 他們自己的相處方式去決定 那我今天focus的點就只有在一點 就是我覺得可以生氣 但是不應該是 不該生氣這件事情 我的focus點在於該那個字 因為該他剛剛有講到了 理所當然他是對的 對的話才會叫該 然後我沒有說不可以生氣喔 我也沒有說 我也沒有說就是完全不能生氣 可以生氣但是不該生氣 對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絕對的對或錯 所以不應該用該這個字 好來那我就要講我的想法啦 我覺得說剛剛這一方有講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感情裡面如果說遇到什麼樣的狀況的話 你要先用生氣來解決這是非理性的溝通 但感情本身就是一個非理性的集合物 今天就是因為兩方可能天雷溝動地火 突然間愛在一起 沒有任何原因你就愛在一起了 但是吵架這些東西也不需要任何原因 所以你要講說在溝通當中 你一定要用理性 我覺得這不合理 因為感情本身本身就是沒有理性可循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 所以可以生氣不該生氣 但是不一樣喔 今天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該生氣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不安全感這件事情 對 這是一個小事 是一個不安全感 我可以從伴侶上挖那些東西 可是如果今天連曬個照片 就可以安撫我的不安全感 這麼簡單一件事情 隨手可得的是你都不做 那你有什麼資格說你愛我 對不對 好 封個照片就可以安撫我 你都不做 不該 我覺得這個就很值得生氣 代表你不在乎我嘛 不是該 對啊 你可以生氣 但是你沒有 我可以至少知道你要這樣子才可以得到安全感 至少我要先知道這一點 所以前面還是要先勾從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你就更證明你不愛我了對不對 所以我對 那你不知道我是介意的人 那你也可以證明你也不瞭解我 嘿 生氣 真正生氣 我不知道你剛剛有沒有生氣 但你剛剛錐 час是蠻下垂的 你會不會笑著講剛才那一個 怎麼 пл去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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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覺得說 秉除掉另外一半 你們就是朋友 然後發現自己的朋友 常常曬恩愛 你們看會生氣嗎 沒那麼好生氣啊 就是看見朋友曬恩愛會生氣 很想生氣 會嗎 怎麼還在 這是一個很大的論點 沒有提出來 真的嗎 那沒關係 現在大家在投票裡就聊一下 就像你剛剛說的 如果一直曬一直曬 你就是會讓你的朋友 感覺到不舒服 萬一他現在是在一個 感情不順利的階段 剛破裂的時候 然後 那你這樣子做 就會影響到他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 社群是一個社交平台 所以你也必須 除了自己之外 你也要顧慮到別人 而且你也必須知道說 你PO出來的東西 就是會 你的朋友 你的親戚都會看到 你們這邊一直講到現在 沒有一個論點 是為自己著想 你們都是為大家想 我是為感情 我們是為大家想 我是為你們 大家為我們的 兩位師姐著想 對 師姐感恩 謝謝 真的是勸勢 勸勢 好 那男生這一方呢 男生這一方覺得 其實我覺得那個論點 我滿期待他們打出來的 因為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你在社群 你在社群媒體上面 因為我的朋友看了 我的賽照會不開心 所以我不PO 那我的朋友可能看到 我放小孩的照片 會不開心 他有沒有可能剛流產 我的朋友呢 看到我跟父母出遊 照片不開心 他有沒有可能 父母剛過世 所以在社群媒體上面 其實本來就是要做自己 你在經營自己 不管經營的好 還是經營的不好 那都是你自己願意去做的事情 而且人本來就有分享的需求 所以社群媒體他會紅嗎 對我而言 我覺得在社群媒體上面 你期待你自己做的事情 跟別人期待你做的事情 都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跟你自己的經營模式 所以如果他們打出這個論點的話 那比賽的主軸 我可能就不會討論該不該生氣 比賽主軸會討論 社群媒體的樣態 應該是什麼樣子 反正不管怎麼樣 因為其實今天 我們沒有要練出一個結果說 好今天覺得是哪邊 應該要生氣 好從此再也不可以不再犯人 不是不是 我們其實要激發大家 對這個東西的思考 大家可以一起去想一下這個議題 好 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選票也已經總結出來了 贏家已經宣布 就是我們的反方獲勝 恭喜 你們三個一起去集個獎 集個獎 這麼好 好 讓他們Sisterhood在那邊開心 我們三隻商家犬 在那邊互相 那我們都剛好創白色耶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你們都是不嘎嘎 那你們要不要站在中間說 你們是SHE 好啦 我們新一代SHE出現了 但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現在是關鍵是你們兩位之中 我們要觀眾要在投票選出一位 今天的台杠大神 可以獲得這個 我們的皇冠 還有我們的卷軸 好 所以請各位現場的朋友們拿出我們的手機 我們呢要進行投票 你們覺得哪一位今天講得很好 就把票投給他 他就可以獲得這個皇冠 獲得台杠大神的頭銜 好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請蘇佳 來發表一下 蘇佳要花錢了 你們覺得蘇的甘願嗎 蘇的不甘願 但是看在兩位這麼佛性的女性 當然非常甘願 對 就希望說真的未來遇到的伴侶 都是像這樣這麼佛性 沒錯沒錯 做什麼 你們都不要生氣 都OK 都OK 對 好 但獎規獎 香油錢還是要給的 好啦好啦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謝謝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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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的不是很甘願啊 東辰不要生氣 東辰 都OK啦 你可以生氣 你該生氣 人本就應該生氣 男男的智慧被放在地上踩 我們現在已經出現了 今天的抬槓大聲 恭喜 左撇子 謝謝 歡迎光臨我們的選招 我該生氣 這個東西這麼簡單 我這個倒楣我生氣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我們當剪彩 當剪彩來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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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恭喜我們ؤément 歌 淑姊 給他鼓勵一下 表现他非常失散 我覺得 伴侶之間的問題 就是两個人姿名 狗湯 地上說 那你覺得PO一個照片 或是曬一個伴侶 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依照對方的想法 去曬這個伴侶 但是如果今天你覺得 就是不該生氣應該是先體諒 先了解原因的話 那就是不該生氣 那你怎麼看 講一講就還是看你啦 看你啦 我覺得要生氣的話 就打開我們抬槓大神 笑一笑 多抬槓 多健康 就不會生氣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抬槓大神 我們下次見了 Bye Bye 我其實來之前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覺得我的立場很堅定 但是沒有想到來這邊 看到變手 看到對方的準備 跟對方來勢洶洶 到台上真的是 腦中一邊空白 想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順其自然 但是現在結束之後覺得 收穫很多 然後自己覺得提升一等的感覺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要溝通 不管你是自己兩個人關上門來 或是像這種大型的辯論賽 那像這種我覺得在YouTube 尤其是台灣是很難得的節目 而且很優質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 好好支持這種節目 在餘性之餘看得很開心 但是也可以有很多的收穫 然後要支持抬槓大神 YA 其實已經很陌生了啦 因為就是這不是正式的經濟辯論 但是以遊戲或者是節目的方式 去推廣我們可能在生活當中 某些議題或是某些想法的分享方式 把辯論的思維推廣給觀眾 一般人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其實我們 大家會一起做抬槓大神這個節目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號召很多 熱愛表達的像YouTuber們啊 然後可以展現自己才藝才華的YouTuber 還有很多很喜歡的專業辯手 一起來到抬槓大神 然後可以參與我們這樣的節目 一起像玩樂一樣打造一個很棒的表達平台 很多人都會聽到辯論這件事情都會覺得有點害怕 想說哇辯論好嚴肅啊 辯論是一個什麼做不來的東西等等 可是我覺得抬槓大神這個節目 想要刺激的是大家思考的能力 就一件事情可能有很多的觀點 很多不同的切入點 以及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玩弄語言 玩弄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讓思考變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透過魔術也好啊 透過財經的分析也好 讓大家知道說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很多觀察的面向 所以抬槓大神希望能夠在趣味當中 思考在趣味當中抬槓 然後透過抬槓 讓事情有更多元的發展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思考可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Selena 你跟哲藝好甜蜜喔 我剛剛看到哲藝的社群媒體上 都有很多你們兩個一起在很愛出去的照片 對啊 哲藝很棒 他都會把我們一起出去玩的紀錄放在網路上跟大家說 是啊 這就是我表達對Selena愛的方式 哇 好甜蜜喔 我羨慕喔 怎麼會有這樣子啊 就像我上次看到那個哲藝啊 跟一個女生很親密牽手在巴塞隆納 對啊 我就覺得很甜蜜喔 我沒去過巴塞隆納啊 你帶誰去啊你 Selena 好朋友 好朋友 啊 我也是 啊 啊 冰糖